12月18日 北京2022年冬奥会营销战略发布会 在张家口举行 华晨宇以品牌代言人的身份 出席的活动是十分的兴奋 并清唱了新世界 形容当下的心情 由于活动在室外 花花是做足了保暖工作 不但穿上羽绒衣 戴上棉手套 还穿上了绒裤 今天室外是我 就是有穿了 就是我今天穿的羽绒服 然后我有穿就是 加绒的那种 就是保暖的裤子 打底裤 然后手套帽子 就基本上 但手套是我临时 因为发现室外还是有点冷的 然后我就临时加了个手套这样 那平时会穿一下 就是有衣服 会穿吗 会穿 我平时也会穿 北方其实还是 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挺冷的 然后因为我自己在 就是华东地区算是比较 没有那么冷 对 然后今天也算是第一次体验 这种零下 快20度了吧好像 感觉怎么样了 就觉得人生当中能体验一次 这样也挺神奇的 即便如此 也没能抵挡住寒冷 搓搓脸 蹦跳取暖 有点可爱呀 今天要穿秋框吗 穿荣裤 下次的吃播在什么时候 吃播很快 今天吧 今天 啤酒配什么最好 什么 啤酒配什么最好 啤酒配肉 肉 好的 提及冬奥 澳花平时就酷爱滑冰 并关注冰雪运动相关赛事 华晨宇表示 通过冰雪运动 也能从中找到创作灵感 比如说像 比如说像 花样滑冰 它其实就会 就是 我觉得还挺有 就一边要 要有竞技 然后它一边又还要有艺术性 然后还要跟 而且还要跟音乐相结合 其实有时候 我会觉得它 会 就那个美感还蛮给人灵感的 对